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口蒋伟文 今天是6月4号 是的 6月开张了 今天是个礼拜六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我不太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我只要礼拜二有空的话 都会在家里做这个地方爸爸的料理直播 是的 我就化身为地方爸爸 在礼拜二的时候做一个 在家里的厨房里 跟大家分享 我那天要吃的中餐这样子 有时候是做个蒋公司吃 有时候就是我自己做自己吃的 甚至可能是比较 比较高蛋白 然后高鲜的这种 算是减肥料理吗 就注重体重的料理这样子 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冷 所以说我就常常做一些带辣的料理 上一次帮瑞瑶姐做带班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很爱吃辣料理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道 比较微辣的料理 后来说这个礼拜二的蒋公厨房的 地方爸爸的料理直播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的加口蒋伟文的FB 我的脸书 然后礼拜二的时候 常常蒋夫人会在家里 现在他也没地方可以去 也没办法去打羽毛球干嘛的 所以礼拜二他都会在家里 我编料理 你可以编听他唱经典的老歌 这样子 是一个很爱唱老歌的人 现在礼拜二的时候 很多人不见得来看我的料理 都在听他老歌 因为他可以点歌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我在讲解这道料理 怎么做的时候 甚至我觉得有的人觉得说 音乐好像太小声了 他们在注意听蒋夫人唱歌 反而就是我变得比较 就是辅助的放在那边 有画面就好了这样子 没关系 这样我做的也挺开心的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来听歌 然后看料理直播的话 你就礼拜二的中午 接近中午大概十一点半 有可能就开始了 就是加口蒋伟文的FB 地方爸爸料理直播 那天我就料理了一道 我觉得是很微辣的 就是他的辣是一种新香气息 然后吃在嘴里其实不辣 但是有一个新香味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很不错 所以我就很适合这种 吃小辣的人 还有就是想要第一次尝试 试试看来找辣来吃 因为这种天气嘛 那这道料理就是 之前宝师傅教过我的 一道叫做农家小草 应该是湖南菜 农家小草通常都是用 青辣椒 绿色的辣椒 也是那种大条的 再加上一些牛角椒 红色的辣椒 也尝尝的 因为牛角椒 红红辣椒 它就长得弯弯曲曲 有点像牛角 所以又叫牛角椒 那在台湾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 就是说会用到是糯米椒 糯米椒也是绿色辣椒 但是它糯米椒 它是皱皱的 皮皱皱的 皮比较薄 所以吃起来跟青辣椒比起来 青辣椒是 我们去吃韩式料理的时候 它会切成 大概半公分半公分 这种一小段一小段 像辣椒猪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配搭着 它的烤肉一起吃 用糯米椒的话 它的皮就比青辣椒更薄一点 所以形状长得很像 可是它是皮皱皱的 然后有点膨胀起来的感觉 在挑糯米椒的时候 又名青龙椒 买糯米椒的时候 通常有时候是一袋一袋的 你挑个头比较胖的 那种糯米椒 吃起来会比较口感 然后糯米椒 跟红辣椒 然后再加上一些蒜跟姜 然后调味料很简单 就是酱油 蚝油 然后水 酒 所以很简单很简单 这个料理怎么做呢 但有的人做这个料理的时候 会加一些豆干 或者是炒一些蛋进去 其实都可以 我们先做最基本的 先把糯米椒切斜片 然后像滚刀一样把它切 让它里面 让它个头变比较大 然后受热比较容易一点 接下来绿辣椒也是切斜片 那这两个辣椒类结束以后 我们就把姜跟蒜 通通把它切磨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有蒜苗的话 一条蒜苗 白色的绿色都把它切斜断 然后热锅 不要加油 先把辣椒类的 就是我们的糯米椒 跟红辣椒 先放进来 用干锅去煸它 就是说放下去的不是快炒 锅子热了以后 把辣椒放进去 用你的锅铲 去压制这些 稍微压一下 这些辣椒类的东西 让你听到热锅 跟这个辣椒的皮 产生一种 这种声音 不是油爆 是那种很热的锅子 跟皮 就是那种辣椒皮 所产生的一种 接触到的声音 好像这种声音 然后过一会 你压几次 你再翻一下 你就发现 那个辣椒皮 已经有点 可能是起泡 或者是可能有点 上了颜色这样子 你就是要这个颜色 这个香气 这样才会让辣椒 它的水分 因为热锅 把它烘掉 然后让它的香气 更浓郁 再加上了热锅 去编到辣椒皮 有点上色 有点焦的感觉 焦香气也跑出来 所以就会更香 这道農家小丑 它的特色就在这边 你把它炒的 把它干扁了以后 把辣椒通通取出来 那在锅子里面放一点油 然后就把蒜跟姜 放进爆香 爆香以后 就把这个 你可以闻到 这个爆香的香味以后 你就可以把酱油 蚝油一起倒进来 在油跟大蒜 跟姜的油里面 一起把酱香 也把它炒出来 然后你看到这个酱料 酱香的味道跑出来 然后在这起泡泡 在滚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刚刚的辣椒 再倒进来 然后一起翻炒 翻炒一阵子以后 这个味道上去以后 不要翻炒太久 因为你不要让这些辣椒 都软塌掉 翻炒一阵子 你就把蒜苗就倒进来 蒜苗最后进来 你就几秒钟就要起锅了 这时候就拌炒一下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水 让它有点湿润 那有的人喜欢把它炒到比较湿 那我是把它干炒 就是把它炒得比较干一点点 干爽一点点 然后如果说你要加这个豆干的话 你可能在前面去炒制蒜跟姜的时候 就要把蒜苗一起煸一下 那很快这个道就起锅了 那这个算是爱尝试辣的人的 我觉得第一个 第一次尝试这个 不会觉得太辣 而且又很香的 这个农家小丑 大家试试看 非常适合配饭 好不好 好的 这个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家寇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好的 今天说的菜 听听看以下的食材 猜猜看是什么样的料理呢 第一个用的是猪肉丝 第二个里面会有碧奇 或者是笋 笋丝这样子 加上了木耳丝 然后呢 还有一些姜 蒜 这样子会不会有点难猜 因为猪肉丝跟碧奇跟笋 再加上一些木耳丝 我觉得好像特别的是 木耳丝跟猪肉丝跟笋丝 都是丝哦 想想看这会是什么样的料理 然后呢 再告诉你它的胃形呢 是带了酸辣口感的 所以它调味料会有 酱油 正姜醋 辣豆板酱 当然一定会有糖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道料理呢 最后给你一个提示 这里面没有鱼哦 那废话 刚刚那个食材又没有鱼 这道料理就叫做鱼香肉丝 也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 那鱼香肉丝呢 因为我自己喜欢吃辣 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带酸味的辣 所以像酸辣汤啦 鱼香肉丝啦 或者是酸菜鱼啦 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些料理 我觉得这个料理里面的酸跟辣 特别解腻 会让这道料理呢 会不管是配白饭来吃呢 可以说是个白饭杀手 或者是吃完以后 过一阵子就特别想念它 鱼香肉丝为什么会成为一样这样 这个经典菜我想就是因为它这个胃型非常迷人 那鱼香肉丝只要把鱼香酱做得好 那这个肉丝就绝对不会做得差了 那这一道料理的做法呢 是收录在安琪老师的百搭好酱 这本书里面 那只要把鱼香肉丝的这个酱料呢 先确定好 那么这道料理就七八九不离时了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酱油跟酒 这里面都可以用黄酒类的 如果说家里有黄酒的话 比如说绍兴酒这种的 如果没有你就用米酒 酱油跟酒都是二分之一大池 然后呢 辣豆拌酱跟正姜醋都是一大池 然后糖一小匙 盐更少了 盐只要一咪咪 四分之一小池就好了 然后这个酱汁呢 准备好 然后我们这个猪肉丝大概300克 然后我们就先把它腌起来 猪肉丝加点酱油 大概300克猪肉丝大概一大池吧 酱油进去以后搅拌一下 加两大池的水 让猪肉丝把它吸收进去 然后再来点太白粉 大概也要 快要两小池左右 让猪肉丝可以吸饱了水 还有酱油的猪肉丝 被太白粉保护住 味道比较容易吃进去 而且待会去炒制的时候 也比较不会干柴 腌制好的猪肉丝就先放旁边 我们这边要一些脆口的东西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真空包装的笋 把它切片再切丝 或者如果你买得到壁棋 就是带皮的 把它削皮以后 也把它压碎就好 压粗粗的 加大颗粒的碎碎的 然后木耳 你可以挑这种已经泡发好的木耳 直接就把它切丝 黑木耳 或者你自己可以泡这种干的木耳 把它切丝比较脆口一点 重点就是要有脆脆的感觉 然后这边会用到姜末 大概一小匙 蒜末要比它多一点点 大概两小匙左右 反正就是蒜末 会是姜末的一倍 然后我们主要的做法 就是先把这个热锅 热锅了以后 加的油量要稍微大一点点 因为待会你下来会有300克的猪肉 腌好的猪肉丝 所以这边油至少用到两到三大匙 热锅油下来了以后 大概五秒钟 让这个油也接受热锅的 把油温快速的加蒸高 然后就把肉丝倒进来 肉丝倒进来以后 用筷子把它拌散 很快的把它快速的拨散 你看到肉变色 然后变得有点粉红粉红 还没有完全熟 大概七八分的时候 就可以先把多余的油 稍微沥出来一点点 就是如果你放油比较量 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把它沥出来一点点 锅子里面还是挺热 再加上油先沥出来以后 我的习惯是直接在炒制了 那安琪老师这本书 是怕为了让这个肉丝更软嫩 它是连肉丝通通都拿出来 然后在锅子里面再留一点点油 然后把这个姜末蒜末爆香了以后 你可以放碧奇 或者是放我刚刚讲的这个笋丝 跟木耳丝一起把它炒香 然后再把刚刚的肉丝 再把它倒进来 然后再把它拌匀了以后 把你的鱼香调味料 还记不记得 酱油跟酒各拌大匙 正姜醋跟辣豆瓣酱各一大匙 糖一小匙 盐四分之一小匙 这个份量 把它倒进来 一起跟所有的食材 一起把它拌匀 然后把它爆香 然后均匀了以后 最后再淋这一点麻油 然后再一点胡椒粉 然后甚至你可以再勾一点芡汁 就是一点太白粉水 让这道料理更把味道抓住 这样子 鱼香肉丝其实很简单 那做法就是这个顺序只要对了 然后再包括你的鱼香酱 酱好了 这味道就对了 那只不过就是我是很懒惰的人 所以说我刚刚 这个锅子里面肉丝变色了以后 大概七分八分 还是粉红色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会把姜末跟蒜末 一起倒进去拌炒 然后在顺势的几秒钟之内 把这个碧茄丝或者是木耳丝 还有笋丝一同放下去快炒 然后炒大概一分钟 就把这个鱼香酱料倒进去 然后因为锅子很热 鱼香酱料倒进去 马上就泡泡泡就起来 那烟就出来 所以这个水蒸气也会很快 把所有时代热熟 然后最后就可以盛盘 淋一点麻油胡椒粉 然后如果有些葱花的话 这时候也可以撒进去 鱼香肉丝 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来吃 大家试试看 谢谢我们安琪老师的百搭好酱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讲工厨房 FM明令三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大概这个在疫情期间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想 在这时候 如果做餐厅 或是开店 一定是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族群的人 在这时候 其实网路上的订单也好 或者在网路上的电商 可以说是业绩 其实是成长的方式 在往上冲 不管你是想要开电商 或者在网路上经营自己的店 还是你想要开店 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烘焙的 这种甜点的市场 这一本书叫做 打造人气甜点店 很特别的这本书是因为 这本书的诞生是因为 有一位甜点师傅 他从网路上经营杯子蛋糕 到后来到开了一家店 这家店现在才一年多的时间 这本书是为了记录 这家店的整个诞生的过程 里面很多细节 要开店需要准备什么 资金也好 店面的一些规划 还有店里面的 所有的甜点的烘焙的糕饼 他都有清楚的记录 甚至做法都有 所以这本书应该是 打造一个人气甜点店的圣经 如果说你买了这本书 应该就可以照他来做 再开另外一家店 他为什么不担心呢 我们来欢迎我们这次在线上 跟我们连线的 VK Cooking House的Vicky Hello Vicky你好 Hello主持人你们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这本书 打造人气甜点店 甜点师创业学大公开 接单就等开店了 这本书是不是直接就告诉大家 因为有时候就像魔术师的秘密一样 大家都有很多魔术师 不愿意让你知道说 他的秘密是什么 但感觉上你开店 你好是完全透明化 让人家知道 你怎么开始开这家店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很突然到后面 到后期的时候 工作室经营了十年 到后面跟几位朋友们 我们都共同 应该说大家都共同成长 大家都想要一个自己的事业 那有人是做设计 我股东们 我股东一位做设计 那一位是做广告行销 然后其中一位是我 还有一位 他是人脉来源 他人脉很多 那我想说我们几个凑在一起 可以试试看来开创一个事业 那Vicky 我看你的作者简介 其实您的这个 应该是客制化的杯子蛋糕吗 对 之前在工作室 对工作室VK Cooking House 2012年成立VK Cooking House 这个杯子蛋糕的工作室 它是可以做客制化的 其实挺受欢迎的 你说你做了经营了十年的 在网路上 就是说在做这个VK Cooking House 对 因为这十年期间 它都是接到电单 才开始制作 模式跟开店比较不一样 基本上它不会有耗材 所以你可以在这段期间 你可以慢慢增进自己的技能 然后可以确定自己的客群在哪里 你适合开什么样的店 或是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在这段期间你都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十年期间 其实Vicky的VK Cooking House 在卖的杯子蛋糕 或者客制化的杯子蛋糕 其实挺受欢迎 你可以做十年 但是后来你现在 你现在出来打造自己的甜点店 这个甜点店 反而完全没有卖杯子蛋糕 因为杯子蛋糕 它本来的客群就比较小众 它是我的客人都是妈妈们 会订购给孩子生日的时候 让他们带去学校分享给小朋友 那开店面的话 杯子蛋糕需求并不是那么高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杯子蛋糕 它放在蛋糕柜里面 它会容易干 它没有办法让像蛋糕 这样子可以好好的保存它 OK 这一点大家可能 因为一开始想说 很多人就想说 我先在电商里面做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产品 或是甜点 好像做得好了以后 我再来开店 那也就是延续 我在电商里面所学到的经验 像你刚刚说的 订定自己的课程 然后增加自己的客人 然后消费习惯 然后我就可以来经营一家店面 听起来是这样 可是你的经营方式 反而是十年过后 开了一家甜点店 可是完全没有在卖 你原本的杯子蛋糕了 那这样你原本的课程 会不会就流失掉了呢 不会 其实它是循序渐进的 杯子蛋糕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前几年 在后期的话是 翻糖蛋糕 糖霜饼干 还有马卡龙 那在最后面的几年 是做甜点课程 所以是都有衔接 只是杯子蛋糕 是比较有名的部分 现在一样是可以订购 跟以前是一样的 下单才制作 很多人也会 其实大家可能也看过 像这种教大家 怎么开店的书 可是这本书我觉得 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甚至有点 类似记录了 你现在这一家店 算是你第一家的甜点店的 诞生的过程 就是它是去记录它 比如说你 从店面的规划开始 然后要多少资金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人手 需要所有的事情 你都把它记录在里面 而且是真实发生 而不是说 我来帮你规划一个 你的要的店 是你真正去执行 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 对可以这么说 你真的好会简单说 重点都抓出来了 那为什么当时会想这样 把它记录一下 是想说 本来是只是把它 想当做一个自己的收藏吗 没有 其实是我出版社的社长 他给我大力的支持 他其实看着我从小长大 我在他 我今年是出第四本书了 对我来说 这也是一个看着我这十年来的进步 那开店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我刚好有这个想法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那你可以把你开店的经验写出来 不只是一本食谱书而已 过程是这个样子 没有那么伟大想说记录这样子 并不是 然后本来开店呢 其实开店我认为 大家都以为这很简单一件事 你只要资金有的话就好了 但早在很多年前 我的订单很多的时候 就会就有朋友 我有钱 手上有钱 我们来一起开间店好不好 但他只是有钱 他不会经营 刚好我也不会经营 所以我并没有 在八年前跟他一起做这件事 现在开始做是因为 经营要有行销 然后要有人帮我做 整合 所以我们才敢开这间店 好 因为这本书除了记录了这家店 怎么样的诞生了 一些很具性迷异的资金也好 还有规划的过程也好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讲 现在这个甜点店里面 所拥有的 所要在卖的这些甜点 其实你也不尝试的 把它所有的做法 这些分解图 照片通通都放到这本书里面 也就是说大家拿这本书 也可以把它当作你们店里的一个menu 想去看吃你们家的甜点 也可以在家里试作 甚至于可以照这本书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甜点店 对不对 对可以这么说 但我们有试营运 这本书在开始在发售前的时候 我们有试营运两个月 那甜点的话也会在试营运 看它能不能存活下来 它销售的不好 我们就把它撤掉了 我做出来这个甜点 但我并不是一个 我坚持一定要卖这项东西的人 我秉持的一点是说 如果它卖的好 我们就继续卖 如果它业绩不好 我们就把它换掉 所以我一直会有新的甜点出现 好 待会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来问一下Vicky 这家店 开一家店 或是你会做烘焙的人 想开个甜点店 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规划 什么样的资金 什么样的人手 带回来简单的告诉你 打造人气甜点店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出了七本料理书 常常在电视上 或在媒体上 跟大家分享 做料理的一些过程 很多我的朋友说 Jacko 你应该开个厨房 我都把你想好了 你的餐厅应该叫什么名字 讲公厨房 对不对 很棒 建议一个说一个 说真的 会做料理 跟会开店 是两回事 会做甜点 要开店 也应该是有很多 不同的美格在里面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Vicky Cooking House 的Vicky 打造人气甜点店 他这家甜点店 现在已经经营了 大概一年了 Vicky Cooking House Vicky你在吗 在 哈喽 对我们的郭亚慈 我们今天跟你连线 我刚刚讲到说 甜点师傅要开一家店 可不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一个蓝图 要开一家甜点店 你们当时选的地点也好 或资金的规划 或人手 有没有什么是 譬如说 这个原物料的一些 需要多少 这些是要怎么去推估呢 我们 我们先讲地点好了 我们在台北地区 台北地区 想要扎根 那有信义区 中山区 然后还有西门町 在这三个点 我们当时在挣扎的时候 先派出发 信义区没有进去 是因为 他的人潮 基本上都在百货公司里面 进驻百货公司 需要更多的资金 还有会很多的规矩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那里 那中山区呢 他有人潮 我们抓大概是 只有下午这个时段 你如果下午查的话 只有下午有人 基本上晚餐过后 甜点店 不太会有人在进驻 那后来我们选择西门町 是因为 本来我的股东背景 他们就有开酒吧 他们在西门町有酒吧 那人潮 人脉本来就在那里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 我们设定的是 我不只是下午查 我下午希望可以 有两次的翻桌率 然后晚餐过后 也还至少还有一桌甜点 然后到我们营业到十点 我们甜点店也可以喝酒 所以我们设定 我们决定在扎根在西门町 是有这样子的原因 OK 这是你的选择 让大家可以参考 对不对 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 开店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他真的不是你会做甜点 就可以开店了 要有人可以帮你经营 所以我有四个很重要的股东 包含做甜点的 然后会行销的 他拥有行销媒体的人脉 然后做设计的 我的蛋糕设计 logo设计 每个月海报设计 然后最后一位股东是人脉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朋友 他人缘就是特别好 他其实不管做什么都会赚钱 就是有这样子的人 这感觉四个人到位 四大天玩到位 这店感觉已经成功一半了 对都很重要 真的有他们比较可以活下来 然后刚刚我们开店的时间 是在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 疫情要大爆发钱 可是我们头已经洗了 约都签了才爆发 也只好开了 所以不是说选在说 现在租金比较好难的时候去开 而是已经头洗到一半了 是不是 对头都洗了 所以就一样就这样开了 只是应获得福真的 因为第一次开店嘛 我们并不知道 原来我装潢在台北 要做装潢 你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对两个月时间 一个月 第一个月根本不能动 但是我们房东只有给我们一个月免费期 本来啦 但后来遇到疫情 他给我们的第二个月 这是我们应获得福的地方 是 对这是第二点 好 那其实这个我们听Vicky讲 他其实你会觉得说 除了他讲的这些以外 在这书里面其实蛮细部的 他甚至于很清楚的列出了他的房租 装潢所需要的费用 他所要的器材 周转金有多少 家具啊 还有这里面 真的有蛮多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蛋糕的 比如小蛋糕也好 人气蛋糕 然后这些蛋糕 他应该他应该在多少天里面 把饭售完 或者是蛋糕比例应该是有多少 他都都写的巨细谜 这些也都是你来设定的吗 对这些是我设定的 包括了备料的一个礼拜的计划 比如礼拜一到礼拜天 应该备料是备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食材需要 这边写得很清楚 还有一些成本的计算 真的是蛮清楚的 让大家真的可以照着这本书来开一家自己的甜点店 那最棒的是这本书很大的部分 是把他店里每一样的甜品 甜点蛋糕的做法通通列出来 包括了分解图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道 应该算是你们人气商品了吧 对 太甜蜜 太式 奶茶 蛋糕 我先问一下 你们今天你有营业吗 有 我们今天有营业 待会我这个下节目 我看来要去买这个 看起来就好好吃 太便宜 太式 你这个奶茶 照片看起来真的太好吃的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是很雅的感觉 它没有好像很复杂的东西 可是就觉得 它静静的坐在那边感觉很好吃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蛋糕怎么做的 我们先说 这个蛋糕的行程是因为 我们在食器店面签约的时候 刚好是四月 四月 泰国最有名就是泼水街 那是这样 我们就想到 现在也不能出国 那泰国最代表性是泰式奶茶 那我们就把它的 它的手标 红茶呢 拿到鲜奶油里面煮 煮成熟成一天之后 我们来把它打成内馅 对来做这样的组合 那刚刚说到造型 我觉得这个整间链造型就 跟我本人很像 我就喜欢 简阅的东西 简简单单的 走耐看心 所以刚刚讲 其实大家可以 我在看这里面的照片 非常清楚 才发现它是蛋糕体 然后比如说有海绵蛋糕 对不对 然后再夹它的刚刚泰式奶茶的内馅 然后再夹这个蛋糕体 所以它里面是可以吃到 等于说有你们用泰国的手标材去煮出来的 这个味道的这个内馅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椰香的奶冻吗 对 因为我们里面一个夹馅 泰国有名的 除了泰茶之外 刚好椰奶也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把椰奶煮成奶酪 把它夹在里面 那我们蛋糕呢 蛋糕有五成 它很高 所以看起来就 心情就很好 对 真的你讲没说蛋糕它很高 可是又不是特别的大 它的尺寸没有很大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很想去 去呵护它 去尝试看看 不会说好像压力 好像很大压力 那么大一块蛋糕的感觉 它就是简单典雅在那边 对 因为你想到泰式奶茶 它也是蛮简单的一个饮品 它不像很多手摇杯里面 里面很多东西 泰式奶茶就是一个 它那个颜色 它那个泰式奶茶颜色 就会勾起你想去喝它的感觉了 你期待它的这种 会带给你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你这个泰式奶茶蛋糕呢 说真的它是一个白蛋糕 它就是一个白色的蛋糕 因为我们希望它 外表看起来典雅 切开的时候 带给你更多的惊喜 当然在店里面看到切片蛋糕 你本来就会 看得到它在里面 但你若是买给壽星的话 切开会很多的惊喜 当然提到泰式奶茶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开始制作才知道原来 它是奶茶 它里面的橘色是色素 所以我们的蛋糕没有那么橘 我们买没有色素的 对你们只是 真的是很素雅的一个白色的 八寸海绵蛋糕 那里面有五层 里面还有这个奶 就是里面有它的那个 椰香的奶洞 然后呢外面就很简单的 一小圈的这个挤出来的 这算什么 这是六角花嘴挤出来一个 装饰型的鲜奶油 你真的太专业 对对对 那个颜色就像那个泰式奶茶 可是没那么橘而已 对对对 它没有那么颜色 没有那么深 它是它会有浓浓的 那个泰式奶茶的尾韵 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圈挤出来的 这个鲜奶油 它的颜色就类似一种符号 会勾起你对泰式奶茶的那种 那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 真的做得很不错 就是我刚看完这照片 就想说 待会去买一个 我一下吃吃看 好 今天我们聊的是 打造人气甜点店 我们连线是 Vicky Cooking House的Vicky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讲工厨房 FM1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连线访问的是 Vicky郭雅慈 他的这个甜点店 在西门町 就叫做Vicky Cooking House 那这本书叫做打造人气甜点店 基本上就是一个 记录他这一家店的诞生的整个过程 前面如何开店 很细节的一些资金周转 备料的东西 然后有关这个店的地点 还包括人手的这个需求 然后后面是所有的 他的店里面的甜品 大公开怎么制作 刚刚已经讲了一道 我待会就很想去买这个奶茶蛋糕 泰式奶茶蛋糕 接下来我们连线给Vicky Vicky帮我们推荐几道你店里的甜点 或者这本书里面的 你觉得大家买了以后 在家应该先做哪几道呢 我觉得有三样甜点可以试 首先是我卖的最好的红茶布雷 它红茶布雷 它是台湾仙女红茶制作的 跟刚刚泰式奶茶 有一点点像 它制作不会很难 只是它中间的夹层改成是布雷 它吃起来会 也是大家大受欢迎的一道甜点 那第二道呢是草莓马卡龙塔 因为它马卡龙虽然有点难 可是你只要学会制作了 加上水果的摆盘 它看起来会很高级 那你在宴客的时候 或是你想要开店的话 这道都非常适合 听起来很不错耶 而且我觉得因为你们有实体店面 Vicky Cooking House 现在新银的 你说大概几个月还是一年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快一年在西门町嘛 对不对 所以拥有这本书的朋友们 跟其他的这个烘焙书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只看到照片 你可能好奇它到底什么样的味道 那有时候你就算照了书上 做出来你吃了一口 你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就是甜点是不是说这个味道 那没关系 你就亲自到Vicky Cooking House 你就到这家店去 就点这个照片里的这个甜点 你就吃吃看 吃完以后 原来就是Vicky 他所设定的味道是这样子的 你再回去做做看 做出同样的味道 你就成功了 对不对 对欢迎来店里面走走看看 那有问题也可以来店里面找我 我也很欢迎 是的 好今天特别谢谢我们的郭亚池 Vicky也祝你的这个人气甜点店 Vicky Cooking House 可以越做越顺 越做人气越旺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讲公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